蘇老師 你如何看待男人取錯老婆為心待? 這種時候我們不能強勢 一強勢的話男人就不行了 這種時候不幸福的反而會是我們自己 所以在家庭裡面 如果一個女人越是柔弱 她們的家族就會變得越成功 所以無論我們的性格有多強勢 我們可以先學著在夫妻之道當中先示弱 在一個家族裡面先是說 嗯,對,爸爸說的對 爸爸是一家之主 其實男人沒有時間和精力 去管那麼多鸡毛蒜皮的事情 但是我們很聰明 讓男人覺得他就是一家之主 那其實生活當中的很多小細節 依然都是我們女人去handle一切的 我想可能是這樣